国际舆论认为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 稳定 进步力量的增长 是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里最大的确定性和稳定因素 此访期间 多国领导人对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经验和大国领袖风范表示由衷钦佩 智利总统伯里奇专门随身携带西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当面请习近平主席签名留宴 卢拉总统表示 习近平主席为人民谋福祉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倡导和平而非战争 合作而非对抗 创造而非破坏 为世界做出了榜样 波鲁阿尔特总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习近平主席教会我们如何摆脱极端贫困 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从中国身上学习到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习近平主席洞察国际风云 把握时代脉搏 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 提出一系列顺应历史大势的重大理念和倡议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正确指引下 中国外交始终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 在国际风云变换中 从容自信 占据主动 在世界大变局中 乘风破浪 勇意前行 牢牢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 走出了一条有着鲜明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感召力 塑造力不断上升 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念认同 情感认同 日益深化 风镜正是扬帆时 习近平主席此次拉美之行取得圆满成功 是今年元首出访外交的精彩收官之作 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禅士学学生 中国人 都聚在中国的城市 有所留意的过程是 在世界大变中 事实践的城市 在尚三十五年代的中文中 都是一种地区的 要联系合作 从这一堂中 基地区的生育 大参加以达山的中文章 属于德州 草山的大参加以达山的鲜山 大参加以达山的中文章 草山的大参加以达山的大参加以达山的大参加 在大参加 歷山的大参加的大参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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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